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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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那就大家好 我是陳偉博 就是 那 我今天講的議程是 Treatment and Symbol Execution on GDP 就是 我會主要介紹 Treatment這個工具大概是幹嘛的 然後 一些Symbolic Execution的概念 然後再用Treatment還有GDB的Python API 來做一個 算簡單的GDB Plug-in這樣 那 就大家好 那我最近剛從那個 交大碩士班畢業 那之前是在學校大概就 有一個社團叫那個 交大網路安全測驚會 就之前是副社 然後也 有時候也會打打CTF 然後是本部發展的Member 對 然後主要比較熟的領域應該是 Symbolic Execution 或 那個Bindex 或像Pong之類的東西 那 在前年有給過TALK 就是 CTF for Beginner 這樣 那 好 那我就剛才講過 好來 那就直接跳 那什麼是Symbolic Execution 用像Stated Analyze或Dimed Analyze 當你遇到一個程式 你最先想到可能會是這兩種方法 像Stated Analyze 有像那個 就是 滿著名的那個反編譯軟體 就是Idea Pro 或是你可以用Obsite Domper Linux有一個指令叫Obsite Domper 可以去 把它 就把它變成組合語言 是吧 只是 這樣的話有時候就 要滿花時間 因為你要慢慢花時間去看啊 每一行程式在幹嘛 所以就 其實Dimed Analyze 就 會比較快 它就是 事實上它就像 直接Rump起來 就是 你可能直接開GDP啊 還是什麼 你就可以 直接Rump起來 你也不用 看那個 就是不用慢慢看Assembly 或是 那個 反編印的Code 我覺得像L-Trace 或S-Trace 其實就還滿好用的 就是 比如說你可能在寫ShowCode 然後 你 可能ShowCode 跳到那邊執行的時候 你 不太確定那個ShowCode 有沒有執行正確 你就會用S-Trace 或L-Trace 來 Debug 因為 它就會直接幫你 把那個 參數印出來 然後你就會知道說 你可能那個 Regist啊 有沒有填錯之類的 那 ScribeExclusion 其實我覺得 算目前 比較方便的一種方法 就是說 你可能是給定它一些Contrains啊 然後 你去指定你要寫的Symbali variable 然後它就這樣幫你跑出來 就蠻神奇的 它就這樣幫你跑出來 我等一下會講它的原理 對 那 現在 比較常見的Symbali execution framework 就是 像Season Level 就是 你有包含Kernel Kernel的 那就是有S2E 那你如果比如說是 只有User Level 就是User Name Space的話 就像Angle或Treatment 那Treatment是我今天要講的 呃 呃 那Eclusion其實簡單來講 它就是一個 呃 大家可以看一下這個程式嘛 就是說 比如說你從 Y等於READ 這樣讀進來嘛 然後Z等於Y乘2 那ifZ等於12 那就會到Fail 不然就IN OK 那 事實上它就是像這樣的branch 那 它 它就是說 比如說你把 Y測成Symbali variable 它就會幫你解出來 什麼樣的contain 可以往左邊走 或者是往右邊走 對 那 那 今天介紹主題就是Treatment 那 這個是 那個 Jonathan Sawang 那個 他發展的 他自己 自己的一個專案 那他主要優點就有 Python Byting 還有其實我覺得他主要優點就是說 它的component其實 切得蠻清楚的 你可以 它就算那個 你可以去抽換一些 它的原件 然後去組成你自己的工具這樣 然後它主要是寫成C++ 就是 大家可以去看 它是寫成C++ 然後用那個 Python Python module的方式 然後 去用成Python Byting這樣 只是它目前只是用Python 2 這是有點可惜的地方 那它主要的架構像是這樣 就是你會有一個tracer 去提供說 你現在的狀態 然後丟給Treatment的 取本的那個SO Lab取得很大SO 那它就會去幫你 它裡面就有一些 C++ engine 或是S&T的solver 它就會去幫你解這些東西 那我先介紹它的C++ execution engine 就是說 它是C++ execution engine 它事實上它的作用是去 maintain你的狀態 就比如說 它裡面會有一些 你的Rature的State 或是你的Memory的State 然後 那它實際上是用Reference的方式去 表示說 兩個 東西之間的關係 那比如說 我們可以看這個Table 就是說 一開始我們EAS等於Unset嘛 然後也沒有執行刷選 那後來我們先執行第一個 我們先把ES變成0 那它現在就會建立一個Reference到EAS 右邊可以看到它的SymbolicExpression 那它事實上它做的方法是 它有自己資源的指令 就是說它會定義說 比如說這個指令 會變成怎樣的SymbolicExpression 那比如說 第二條指令這樣再下去 就是你把它加1嘛 那它就會拿之前的狀態 之前的狀態是5A1嘛 5A1會等於0 那5A2會等於5A1加1 那比如說你在執行第三行 它就會在拿之前的狀態 比如說5A3就會等於5A2加5 它就用這樣的狀態來表示它 那它的Tracer就是說 那總是要有人幫它去 幫它去跑那些狀態嘛 就是說它剛才那個是Assembly嘛 那你要需要有一個東西去 幫它執行那些Assembly 然後 像它 你如果要是它的Tracer的話 你要去提供它 現在你的OP Code執行的是什麼 然後你可能OP Code執照的那些Operant的 你要去知道它的State 像Register或是Memory的State 然後它會把這些Ctrl4 轉成AST的表示方法 那它事實上它有Ping Tracer的Support 就是Treatant本身自己 好 那什麼是As這個表示法呢 就是說 它會把那個指令轉成 那個Symmetry轉成As的表示法 那它 它滿一個重點就是說 它是SSA form 就是我們可以先看一個這個例子 比如說你add RAS RDS 那它就是把之前的RAS的狀態 就是Reference 40嘛 還有之前RDS的狀態 Reference 39 然後把它加起來之後 變成新的Reference 40E這樣 那主要就是 它可以想 然後它就會像這樣一個樹這樣 就是這樣長下來 對 像這樣 那 OK 想想 右邊是Beat數 就是 那 BB是BeatVeter 那右邊是它的Beat數 左邊是它的值 那它就會這樣長成一棵樹 然後你可能要 拿其中一個節點 它就會 然後拿出來做一些運算 那大家可以想想看 那個 我先介紹SSS form 那 等一下大家可以想想看 SSS form就是說 你每一個Variable 只會被Assign一次 那 比如說像Y 你現在把它Assign成1 那 Y接下來下一條指令 Assign成2 接下來S代等於Y 那它就會把它變成說 Y1會等於1 Y2等於2 然後S1會等於Y2 對 那大家可以想想看 為什麼要用SSS form呢 就是 其實就是說 它可以幫我們去 省略很多不必要的運算 就是說 就是說剛才不是有這種 Y1等於1 Y2等於2 S1等於Y2 那 事實上第一條指令 如果用SSS form的話 它就會把它省略掉了 因為後面的狀態就被Y2取代了 它就不再需要存這個狀態了 就是它可以讓我們 就是它可以讓我們去 去省略一些沒有用到的指令 那可以省一些時間還有memory 那Symbali variable的概念 其實 大家可以想像那個Symbali execution的 Symbali像 像是一個傳染病一樣 就是說 比如說我現在叫 把ECS當作是Symbali variable好了 那 你會 那我現在run一個區執能指令 就是convert register to Symbali variable 那 我現在ECS就把它 我又把它定成說 它是Symbali variable 那我們現在就 its register symbolize 就是說它是不是被Symbali 那它就會return true 那比如說我們在執行一個指令 taste ECS ECS 就是 這個是Jump前要做的指令 那它Zero flag就會等於ECS bitwise end ECS 那 兩個同樣東西 那它end完就會是自己 那如果是JumpEqual的話 就會跳到Noop那一行 那 但是它執行到這一行的時候 JumpEqual加7 那 剛才ECS不是Symbali的嗎 那 它這一行會影響到EIP 那所以EIP它就會變成 它也會被變成是Symbali 就是你只要 你只要指令某個東西 然後你影響到下一個 那它也會是Symbali 就是它也是可以控制的這樣 那 它如果會JumpToNoop 如果 Zero flag是0 因為它 就 比如說你ECS是0的話 那它就會Jump到Noop這樣 那 SNT software的interface 就 比較有名的SNT software就是D3 那它Default用的也是D3 就是你AST剛才那種狀態嘛 就是你可以去拿其中一個node 那拿node之後你去設一下contract 比如說我剛才有ECS嘛 還有EIP 那我可能說 我EIP想要跳到Noop的那一行 那我就把它設定contract EIP等於多少 那它就會去找出那什麼 因為它是Symbali 那它就會找出哪些Symbali Variable會影響到EIP的值 像剛才那個情況就是ECS嘛 那它就把它丟 contract射完之後 丟給SNT software 它就會幫你解 然後最後就會得到答案這樣 那這裡就是帶了一個experiment 讓大家熟悉一下 Triton是怎麼運作的 那這個source code可以在Triton上面的report就有了 GitHub上的report就有了 那它就是除非在DevCon的R100 R100 就是說它會 這個程式會叫你去input一個passwall 那你passwall的長度可以是255字元 然後main讀進去之後 它就會去丟一個function 那如果說它 它return是0的話 它就會是就會印出nice 那return是1的話 就會是不對的passwall 這是IDE的結果 對 然後這個是它function裡面做的事 就是說 它只要 它只要做一些運算後 然後不等於1的話 它就會return1 那return1就是 就是會 就是incrept 就是不對的passwall 那 等它全部都沒有return的時候 最後return0 那這個才是對的passwall 所以我們如果要用return 我們要做的是就是說 我們先設定 就先設定artitature 就是說 因為這個程式是 它是x64 是nmd64的架構 我們就先設定它的artitature 然後 不要 我們就load它的segment 我們去讀它的 從它EL file裡面去讀它的header 就是它有那個segment header 然後你去把它載入進來 然後因為它載入進來 它等一下才能讀它的程式嘛 然後去執行它 所以就讀出來 然後stake concrete memory area value 那這個是treaturn用來set memory的方式 那我們就 它就是 我們要設定 它就是有點麻煩 它就是要設定這些狀態 然後像你 它還要設定說 你要創個假的stake 所以你要設定兩個字 就是rbp還有rsp 就是stake的底端和頂端這樣 那我們 接下來我們input讀進來之後 我們就要把它轉成simbide variable 因為我們知道 就是input會導致最後的結果 這樣 所以我們就讀進來之後 我們轉成simbide variable 然後像它這樣就是讀進來三四個字 那它就把它轉成simbide variable 那之後我們就開始執行 就是說 因為有剛才那個program header都讀進來 所以就點test段都讀進來 那我們就從0x4006fd 這個程式碼位置開始執行 然後它就一直執行 然後它在這個過程就是說 它會一直去搜集資料 就是說看哪些simbide variable 和哪些東西有相關 那它最後就會長出 像剛才那樣的一棵樹 然後你再去取這個點 所以說我們要取的點就是說 它剛才return的value 會放在ras這個暫存器裡面 所以說 我們就要去設定ras的contain 那我們要設定就是說 它這樣履蹭之後 它才會通過那個結果 對吧 所以說我們把它設定 這個contain hold 然後丟到那個game model裡面 這個其實它就會去call d3 然後幫我們解出來 對 然後 它剛才就會解出那個答案了 但這樣其實就蠻麻煩的 因為其實虛騰 你如果要了解這麼多概念之後 才能用 所以就是會learning cost蠻高的 但是事實上 你會想像 想一下剛才那種情況 它要是說 你有一個debug 或是什麼東西去support那個 我們就不用 就不用建立假的stack了 我們可以直接用debug 提供的值 然後來幫我們省略這些步驟 所以就我自己就寫一個專案 那現在也是放在我們lab的那個吉他上 那大家如果可以看call 因為call都在上面 對 那它主要就是說 我去寫一個gdb plugin gdb plugin去支援symbud execution的功能 那我主要結合是treaten 還有gdb的python api 然後我自己有寫一個 你可以去symbolic你的environment 就是你可以symbolize argv 所以那主要的outline是這裡 對 那我先介紹 gdb的python api是什麼好了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用過一個東西 叫peta p-e-d-a 就是說它是 peta是一個gdb的plugin 然後會提供蠻多好用的指令 就是原本gdb沒有的指令 那它事實上就是用 gdb Python API寫成的 那這個是它的官方 官方的文件 就是我花蠻多時間在看這個文件 那它事實上的做法就是說 你把你的python script寫好之後 然後你在打gdb initial這個檔案裡面 你去把它source進來 就把它include進來 然後你就可以做到一些事情 就比如說 你可以去註冊你自己的gdb指令 對 比如說你可以 就 像pata裡面就有什麼find 還有什麼東西 那原本gdb沒有這些指令 你就可以 你就是去繼承gdb的command這個adget 然後你去初始化它 然後就可以去用這個指令 像我現在註冊的指令叫tretan 對 就是之後你打tretan 它就會用到我自己寫的 simbotic這個class的run這個message 那你也可以註冊說 event handle 其實我覺得這個還蠻有用的 就是說 比如說你 你會想說你可能 你註冊說你brane point後 你要幹嘛 那它就會去 你註冊後 然後connect 那個gdb connect它 那我可能就會 我可能就 我設定就是說 我在停在brane point的時候 我就去清除它的狀態 就是一個新的狀態這樣 就reset它 那或者是 其實我們也可以去call 原本gdb的原生指令 然後把它轉成sign 然後我們再去稍微pass一下 這些東西 然後就可以用成我們自己想要的 就拿到一些想要的資訊 那比較方便的是 我覺得是這一個 就是你可以去讀它的memory 就是gdb不是有什麼零差多少 然後你一個memory address 那你就可以 事實上你就可以把它memory讀出來 那這個就還蠻方便的 比如說像我剛才那些狀態 我就可以直接從這裡面讀 那同樣也可以寫 對 就是反過來 就可以把它寫回gdb裡面 那事實上它還有search memory 只不過我是沒有用到這個東西 那事實上我一開始在 在場次的時候我就會 我那時候就翻 chiton的document翻很久 我就找到一個蠻神奇的東西 叫做call bay 就是chiton的call bay 那它這個情況就是說 你有一個debug的時候 你可以 你去註冊chiton的call bay 它有兩個call bay 就是說 need concrete memory 就是說我在 它剛才不是有passing的那個指令 assemble指令嗎 那它就會去找說 那我比如說我需要這個operant的值 那它就會去call這個call bay 然後你在call bay裡面 你就要去把它的那個值設起來 那這樣你的chiton的結果還會對 所以說比如說我們執行這樣的sequence of call 就是你是執行這樣的call 那比如說我們moveeas5 然後接下來moveebseas 那現在我們會 我們後面ebs就要被設成es的值嘛 那我們現在就會知道 就會去觸發chiton的call bay了 那他就會說我現在需要es的值 那你要在這個call bay裡面幫它設定完 那大概程式碼會長得像這樣 對 那就是我會 我會用gdb去拿那個regis和memory的值 然後最後加用兩個function add call bay 然後這樣的話就會注射這兩個call bay 但事實上這個方法是不行的 我一開始嘗試的時候 我會覺得這個方法好像可以 但那時候沒有想清楚 就是說 就是說其實你比如說你的值從gdb是 那些都是out of date 因為比如說你在一個breakpoint以後 那現在在breakpoint的 你在moveeas5好了 那他現在接下來我可能就要 以他這個pc address 往後開始執行symbal execution 那moveeas5 我們就這樣設定breakpoint的 然後我們call treated the passing的這個API 那我們moveebseas 那現在的話 treated call bay 我們就會trigger他的call bay 那我們去拿到es的值 所以現在es是5 那ebs就會被設成5了 那可能 但是我們在執行下一行指令 es的值變了 但是這變的時候是treated的狀態 他事實上沒有更新 回去gdb的狀態 那我們現在在moveebseas 那我們就會又觸發 觸發我們的call bay 那我們會需要es的值嘛 那但是我們 我們拿到的值會 卻還是5 因為他沒有去更新到他的狀態 那後來我就改定一種方法 就是說 那我們 我都想說看有沒有什麼walk around 就是說 我會先確定說 treated裡面有沒有這個值 如果沒有的話 我再去gdb拿 但是其實也沒有用 因為你一直calltreated的值 他就一直觸發他自己的call bay 然後最後就會變成無限迴圈這樣 那後來有嘗試成功的方法 就是說我直接把gdb的context直接copy到treated 其實我覺得這樣的方法是比較好的 就是說 比如說我gdb倒不會pull以後 那我會希望說 接下來做的symbal execution做的事 不會再影響到我gdb的情況 那我會就好像複製一份 那丟出去做 做完之後再把它丟回來這樣 所以我就去讀gdb的segment 去把他說的segment讀出來 然後再丟到treated裡面 對 那所以說 就比如說你treated可能解一解之後 反正也不會影響到原本的狀態 那你可以再重新執行一次這樣 就你可能有射出來 射出了context 還是什麼 所以說 我們會 所以我們整個的flow就會說 你先去gdb的state 就是你先run一支gdb起來 然後你去call gdb的python API 然後去拿到他的狀態 然後丟給treated 然後接下來你就可以開始設定說 你的symbal available要是什麼東西 然後在設定你要跑到的地方 然後最後run 然後得到結果 那我們現在得到的結果 我們可以去把它injure回去debate的程式 因為比如說你gdb原本 你輸入一個argb不會過的程式 不會過的參數 然後你後來解一解之後 你會發覺 我解出argb填什麼會過 我們會想說 那我們就可以把解出來的東西 我們再把它injure回去 現在這層次在繼續跑的時候 它就會跑過 我主要架構像這樣 就是左邊是gdb 中間是我寫的plugin sync gdb 那右邊是treated 那就是左邊的狀態 它eer給treated 然後最後answer 解完之後再把它injure回去gdb裡面 那這是主要我自己寫的class 然後主要在幹嘛 因為其實treated它支援x86和x64 這兩個架構 所以我會有一個class 是在處理說我 這兩個架構不同 那接下來是gdb utl 就是說我寫一個rapper 就是gdb的rapper 那我會想說 那我可能要readsegment no segment 那我就會用剛才gdb pythonapi的readmemory的方式 去讀這些東西 然後寫成我要用的function 可能就一個function call完然後他就幫我 把segment全都讀到曲臣裡面去 然後也可以用到很多方法 就是說像剛才最後答案要寫回去 就要用到gdb的pythonapi的writ memory這個部分 對 或者是可以拿到file name 然後去detail architecture 因為這樣的話 我arch這個class 就可以知道它是什麼arch Sembadl這個class是主要是treated the Nupe 就是說 我設定cknowledge在pcadress pc的插搜索end上 然後co-treatant去執行symbolic execution 然後這是他們之間的關係 通常會GDB先 UTIL先確定它的 它的architecture是什麼格式 那我再把它丟到arch這個class裡面 那接下來我就會去設定一些 symbolic variable之類 就是symbolic這個class 那我把GDB UTIL 就把它segment全部丟過去之後執行完 然後answer再injure回去 那這些是我自己註冊的指定 就是support指定 就symbolize 就是你要make一些 make symbolic 你要把一些 比如說這裡是提供指定是說 ARGB是說 這個指定是說 我可以自動去設定說我的ARGB是symbolic 然後或者說我去指定一塊memory address 然後它的size是多少 然後就把它make Symbolic 然後接下來我設定eip的contain 就是說我這個指定就叫target 然後後面的參數加一個address 接下來下一個指定就是treatant 就是說我都設定完之後 我去runtreatant 它就會執行symbolic execution 然後這有寫一個answer指定 就是說它會把我剛才設定 那個symbolic variable指印出來 然後還有一個debug就是說 我設定它有debug mode 就可以它印一些比較詳細的指定出來 所以說就會一開始就是說 我在break point以後 我執行info register 然後把所有的register丟到treatant裡面去 然後我在read memory 去把它的segment那些都丟進去 然後它這邊用到的是set concrete memory 還有set concrete register 然後在每個指定我就會去問它說 我現在eip是被symbolic到的 如果去symbolic到的話 我就會去丟到z3裡面去解說 它是不是有解還是沒有解 然後我就set target address 還有當次contain 然後call get model去拿到answer 然後最後再用write memory寫回去 事實上裡面我寫一個功能 我講一下它的原理 就是它可以自動去symbolic ARGB 它事實上用到的是說 你一開始你程式都還沒執行你的程式 任何一行的時候 它事實上那個stake值 上面就會是ARGC ARGB0這樣擺完 然後擺著 然後最後接一個nore 然後下一個就是invariable 所以我一開始就去call那個info proco 那我去拿到stake的位置 然後我就直接 就直接可以抓到ARGB0的位置 那一些常用技巧 就是我自己在寫的工具就常常用這個 就是說因為有時候不知道怎麼debug 就是可能跑出來一直跑不出結果 然後那我可能就會用到這個 我覺得還蠻實用的 就是說它可以去簡化 簡化你的symbolic expression 就是說它可能原本很長 然後它後來可能就簡化成說只有兩個 那你這樣你就可以用肉眼這樣看 就可以直接知道這個contain是什麼 那這樣你就可以蠻方便的debug 那自己的demo就是 會有crimi hash還有so 那crimi hash這個程式是在說 我先傳一個ARGB1進去 然後它就會 就會把這個ARGB1 到trick丟到trick function裡面 那它就會在check function裡面 ARGB1就會去跟serial這個指令 它是一個固定的字串 so 那接下來它就會把它加起來 so的結果加起來 如果等於0xabcd的話 那它就會印出win 不然的話就會印出fail 那這個是它的程式嘛 可能有點小 看不太到 那我們就翻一下IDA 我們發覺我們要到的指令是這一條 就是說jump not jnz 上條是jnz 那我們就要by paste這一條 就是我們現在想要跑到的ADDRESS是這一條 所以我們就把這個ADDRESS記起來 那這是demo 可以執行一下 對 我們就一開始GDP漏進來 然後我們設breakpoint盒在main function 那我們先設定symbali variable 那我們現在是設定ARGB嘛 然後我們設定target address 要到哪邊 然後接下來就執行 就執行 然後我們一開始是隨便給直啊 就是我就給5個A 因為之後反正它會幫我解出來嘛 那它解出來之後就 我就寫說問你要不要injure回去 那injure回去之後再按continue 它就會 就繼續執行原本GDP 那它就會成功了 對 那下一個是creamme.so 就是說 它一樣會passarGB1到check function 但是這次它是so0x55這個值 那如果說so的結果沒有和一個固定自傳一樣的話 就會return1 然後印出fail 不然就會到下一個 那如果都這5個回圈都通過後 那它就會return0 然後印出win 然後程式碼大概像這樣 那我們就要 那我們主要就是要跑到這裡 就要跑到這一行的位置 但是有5成回圈嘛 所以說我們就設定braypoint 那它會 重點會觸發5次的braypoint 那每次我們就算說這個值要是多少才會過 對 那這個是demo 就一樣GDP先load的進來 那我們這次要設兩個braypoint 就設在main還有剛才那個中間每次回圈判斷的地方 那我們就一樣就是先symbolize你的arGB 然後設定target address 接下來就隨便給自傳就5個a這樣 然後執行treaturn 那我們現在先觸發第一個braypoint 那它就會解出第一個值嘛 那我們就這樣慢慢的把它injure回去 就是把算出來的答案 再把它丟回去GDP裡面 然後最後我們continue去執行 它就會印出win 就是要等一下 它就是一直braypoint 然後continue 然後一直遇到braypoint 然後一直慢慢解 對 然後 然後 然後它應該有點久 OK 就影片沒有錄很好 有點久 然後有啊 最後就印出win了 是吧 然後事實上你也可以寫成GDP command的形式 就是說 GDP command就是 你寫在檔案裡面 然後寫成你要執行的GDP command 然後你 它有一個參數是GDP-S 那這樣的話你就會自動去跑說你的comment 像這個demo就是說 我就寫一個batch去run 那這樣就比較方便 因為剛才你可能就要記說你要打幾次啊 你要打什麼指令啊 那你這樣寫好之後你就只要去 剪斷判斷說你要不要把它放回去GDP裡面的狀態就好了 這是我自己 這是我自己 在測試我都是這樣寫的 對 那也可以combinePeta用 就是說也是剛才同樣的demo影片 但是說這次我們就 我們就不會自動去Symbolic ARGB 我們這次就是要自己用Peta的Find的這個指令 去找到它的memory address 那我們自己用Symbolize的這個指令去Symbolize這個位置 那這個是像這個GDP現在就有SourcePeta的扣進來 所以會像這樣 那我一開始是AAA嘛 那五個A 那我進去MAN裡面之後 它已經被載入到Stack了嘛 那我們接下來Find的AAA 就是說 那我們就會找到它的自算的位置在哪 那我們就自己去Symbolize這個memory的位置 然後也是同樣的結果 就這樣就解出來了 對啊 最後印出五元這樣 然後我自己研究 Triton研究蠻久的 其實我覺得Triton自己有一些缺點 就是事實上Triton沒有support Gnu的Sea library 就是說 就為什麼呢 就是說大家可以去看這個頁面 這頁面會寫說它支援的Assembly指令 就是說它都是把Assembly指令用模擬的方式 去跟它講說這個Assembly指令 可能對Symbolization會造成怎樣的結果 那它事實上它就沒有支援到 那個interrupt 0x80的指令 像這個指令是Season code 所以說它要去 去實作Season code的Interface 才能去支援這個Season code 因為我當初其實有 有嘗試把那個LabC載入 但是會發覺說 它就會卡在LabC裡面 它會因為它有些指令沒有支援 對 那其實 大概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用過 另一個Symbolize的Framework 叫Angle 其實我這裡 就可能要大概比較一下 其實也不是說Triton完全不好啊 就是說Triton有它的優勢在 我先講一下它們的差別 就是說Triton主要只支援X64 還有AMD64 那Angle就支援了很多不同的Architecture 因為它會轉成Vase的形式 就VogueGrid的形式 那那個Triton就沒有support GnuC library嘛 然後Angle有 那主要就是 這是比較一點差別 就是Paste support這部分 就是因為像Triton剛才那個情況 就比較特殊 就是說Triton你可能 你branch兩個指令 那就只有兩個address 你一定要設定這兩個address 你才會解得出答案 但是Angle其實不用 Angle其實你那兩個address 你如果那個address的下一行 它同樣也是解得出答案 那我這裡講一下為什麼 就是說事實上 事實上它Angle會去 Angle它可能 它事實上是暴力一直解 它就是你可能遇到了某一條Paste後 那它可能Control裡面 只有這兩個address 但是那個address的下一行 你設定在這 那它會從你上一行來 就是說你上海在那個Paste裡面 它就會一直去Falk啊 一直去分出來 然後去解下一個 所以說它一樣會找得到那個Paste 但是事實上 但是事實上 在如果在Treaton的情況下 你如果已經 你如果已經知道你是要走哪條Paste的話 那它事實上會比Angle快滿多的 因為Angle它需要自己去 它會幫你自己去找Paste 那這些是一些reference 就是說有SymbalExecution的Wiki 然後Treaton的網站 然後Python的API這些 還有Peta、Ponce、Angle這樣 那可能就結束了 那事實上就 我又幫我社群宣傳一下 就是在後面的攤位有CTF題目 那就是解出來有Mark Bay或L甲 看大家要不要去解一下 對啊 那可能就是QA 那大家可以掃掃看這個QR Code 就是掃這個QR Code 就是我們那個題目的網址 大家可以去玩玩看 還不錯 就如果有問題都可以問我 那可能要結束了 或者時間可能講得太快了 那可能看大家有沒有問題要問 有人有任何問題嗎 要問講者的 還是大家又開始害羞了 請說 江振 你好 我請問一下 那個前面Cibali Execution那邊有講到 就是那個變速被展開嘛對不對 對 那如果有一個FOR回圈跑很多次的話 那是很容易長超多 就是如果在Production的一些軟體上面的話 不知道你有沒有用過這些東西實際 比方說 舉個例子是 比如說你今天是壞人 然後你要破一個Serial Key Key券好了 那你找到它在驗證那個Serial Key的那個Function 那你有沒有試過用這樣的Engine去解這個Serial Key 直接爆破它的那個 一個合法的Serial Key 然後會不會有Memory爆掉的情況 或是根本跑不出來等等 想聽一下你有沒有這方面的經驗 這方面經驗 其實應該是沒有 其實應該是沒有 但是事實上如果剛才那個原理的話 那它會有SA Phone 那它如果有一些 就是同樣的東西 那它其實就會蓋過去 對 所以 但至少會比Angle快 就是 因為Angle 你就沒辦法去選擇你的Pace 但是它會這樣 對 不好意思 Angle的話它比較 使用起來比較方便 可是如果你是專家知道 你要哪走哪個Path的話 用Treatment會比較 節省資源這樣子 對 其實是這樣 因為其實Angle 你可以把它想像說 是 有 有自動幫你選擇Pace的 Treatment 對 OK 那Angle有比較經濟的選項 就是說你比較好找 我告訴你 他有辦法職業的事情嗎 其實 其實有 有 有 就它 它有一個API 叫Find 然後你可以去Avoid一些 不會走到的Address 除那些不想它走的這樣子 對 OK 只是主要的差別是 我講一下Angle 其實Angle 我當初有設備過 那 它其實比較麻煩 是說它的component之間 沒有切得滿清楚的 就是 你試試看 看到Angle的例子 就是說它就會是寫一個Python 然後ImportAngle進來 那 就是這個Python 這樣做 那它也沒辦法說 像 你去把你的Tracer 換掉 是怎麼 這樣 對 謝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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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還有人有問題嗎 好 如果 都沒有問題的話 那就掌聲 謝謝我們這一場的講者 謝謝